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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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大醫院造就有VIP門診 不但不用排隊 還有專人引導誰到誰看 以及三位藝人一起來揭開 披著神秘面上的VIP門診 到底葫蘆裡賣什麼藥 今天探討的題目 我剛剛拿到腳本就覺得很奇怪 這個是題目嗎 可以拿到檯面上講嗎 我們在醫院掛急診 是聽過 就是都付費用 這個聽起來好像是 高官子弟 權貴 藝人這種 在仇富的年代講這個 會不會不太好 是 可是這次公開的 真的有VIP門診 你聽過嗎 有 有 他們到晚聽過嗎 我比較少用 對 妳是少用 妳有聽過嗎 我有看到一些宣傳單上 他們下面只有最後一行非常小 所以可以 就有寫VIP 你這一輩子有排過門診嗎 一定有 不是 我的意思說 如果他真有VIP門診 那當然可以運用 為什麼會有VIP門診 我以為這是在檯面底下 因為那個上面沒有寫對不對 我們從來去醫院也沒看過 有什麼VIP門診 對啊 為什麼要有這個成立 是這樣子 就是說因為有一些人 他們希望比較隱密 或者希望時間看得比較長 那他或者他就是比較特別 比方說瓜哥可能就是不太方便去 很多人去 可是我每次都 就一直叫你簽名啊 可是我們每次都拿那個健保老闆 那這樣不好 因為你都 不是 不是 你都插過了 下次請開VIP門診 可是這種成立的話 那每個醫院就不要去做 正常的就好 每個都要開什麼門就好了 不會 不會所有的信都是現實專送 一定有很多平信的 對啊 可能是我孤肉寡聞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今天才知道 據說大家對VIP門診的空間 還有他的整個結構非常有興趣 我就介紹一下 像我們醫院 因為剛好我在管理VIP門診 它是我管理的轄區的一部分 那我就跟各位介紹 比方說我們醫院 他的這個 首先要check in 對 check in就是這樣的 我為了拍這照片 所有人都得清場 你知道嗎 因為不能曝光 所以 所以這個是 他就是等候室 我們醫院等候室有兩三間 每一間裡面都有很多沙發 而且不會像一般的這樣 一排人這樣坐在一起 肯定會一塊去一塊去 讓大家不容易看見對方 然後各看各的雜誌 各的報紙 各看各的電視 商商頭等商 對 各看各的電視節目 然後如果你要喝飲料 自己有水 有茶 有專人服務 可以 你可以說你要喝咖啡 你要喝牛奶 或者喝什麼 都會去準備給你 就是這些東西 在你等候的時候 書報雜誌是當然都會提供 看診的診間 通常也是比較寬敞 而且通常我們一般的診間 大概給一個病人坐在那裡 其他家族如果來很多個 大概只能站在那邊 那他這個通常會準備很多那個 很多那個 如果家人多不能進來吧 對 都可以 我們他們都歡迎 而且每個幾乎都坐下來談 就是他準備空間 甚至我們的 那個VIP的 應該說不要VIP門診 叫做特別的門診 他的裡面甚至 自費 他的醫院是健保加自費 等於外加錢 所以這是有兩種運作系統 然後這個 這邊就 像檢查台 通常就 檢查室很快就放在隔邊 隔壁就很方便 比方說 如果是我們的話 我們婦科的話 我們的內診 我們一般的醫院 大概都是 一個病人起來 換一個病人 大概都換一塊 一張那個紙 一張墊的那個紙要扔掉 屁股這一張而已 那VIP門診通常會 那VIP門診通常會 整條都換掉 清潔做得很好 整塊都換掉的 所以因為它成本也比較高 所以那到底要多多少錢 目前台灣絕大部分的醫院 VIP門診的那個 掛號費跟診察會加起來 絕大部分從北到南 大部分都是這樣子 有一個行規對不對 對 大部分都是 那其實這比起大陸是很便宜 便宜 就VIP門診 掛號費就是5千1萬了 我還見過掛號費3萬的 台幣3萬塊的也有 不是 因為我們台灣這個情形 你常常都會說 你這個是不是個特權享有 對 我們今天拿到台面上來 就要把它講到 這是政府的好意 這個民眾也可以看 對 一般民眾也是可以看 如果你覺得你沒有時間排隊 像我不少病人 他為什麼看這邊 他不是因為很有錢 他是因為他的病非常隱密 他不能讓別人聽 而且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需要夫妻一起來 而且他需要30分鐘到60分鐘的看 不是比較長一點 那他看普通門診人家一直敲門說 怎麼這個病人看那麼久 那等一下我也要看這麼久 那後面排隊就罵了 對 所以這些比較隱密的人 他們也會選擇VIP門診 就是這種 像剛剛那個曾醫師講的 其實這個VIP門診 我的印象中 他們這個VIP門診 最早應該是從那種軍方體系 有所謂的 早期就是你關接在中校還是上校 那你總不能 總不能少尉去聽少將的病 對不對 你就不用跟這些阿兵哥排隊 龍種系列 對 龍種體系 他們就有這個 這個將軍方門診後來慢慢演變 大家說原來這樣子還不錯 健保體系來後 大家就發現這是另外一塊 慢慢的有越來越多的需求 所以就跑出VIP門診 不要只是好像獨享權貴 但是我可以給大家一個觀念 其實這種門診 它不是說你用的設備一定就會最新 比如說你去看這個門診 看完以後 他說你需要做電腦斷層 需要做核磁共振 那你以為你看VIP門診 就會用最新的嗎 其實一樣 你也是像這種醫學中心 你還是同一台設備 健保的也是用這一台 你VIP門診也是用這一台 只是說你可能去的時候 就像鄭醫師講的 環境好啦 然後隱密性高 我先說一下 其實 只要有心的人都可以當VIP 在我的心中 每個病人都是VIP 這場面話講得真好 對啊 這個要先說明 其實VIP門診現在 多數不敢用VIP 因為 那多數會用 或者有些會寫自費門診 這樣的概念 特約的概念其實就是 他是要跟醫師另外約時間 當然環境多數會比較 獨立出來 這我現在服務的醫院 也是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他進來的地方 就有一個獨立的電梯 跟別人的通道是走不一樣的 第二個他一定要約時間 像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大概有一個獨立的接待室 那個櫃台 報到櫃台就獨立 那這個病人 客人進來的時候 其實他也會到獨立的一個 後診的空間去 那後診空間其實 跟正教授他們不太一樣 他們可能一次有好幾組人 我們一個時間只能約一個人 就會放在那邊 所以我們的後診區也大概只有一個 你說VIP或特約 其實他也不斷的在進化 這個進化以前只是感覺上 你有獨立的人招待你 有獨立的空間 其實大概分三個層級 一個是空間的部分 硬體 硬體越來越像弄矩 越來越像那個航空公司 比較像月子 做月子的吧 月子中心 其實就讓你很舒服的一個地方 那以往早期 很多人會想約大教授的門診 可是大家不知道 我們以前都Serve過大教授 鄭醫師也是大教授 大教授不喜歡看VIP門診 你相信我 第一個他在樓下看得輕輕鬆鬆 所有旁邊的人都幫他 配合得好好的 他看一個病人 花三分鐘就搞定了 那去看一個特別門診 他要另外拨時間去 其實他不一定方便 是因為抽成品不符 其實不符成本 每一個看半小時看一小時的錢 並沒有你原來看三五分鐘的錢的十倍 沒有啊 因為他還是一樣 因為抽還是 醫院也沒有賺 其實也是不划算 一樣不划算 醫院也是不划算的 所以其實服務的導向比較多 那第三個其實是 現在更重要的是流程面 因為現在大家很多去看VIP門診 大家以前以為 只是找這個醫師不方便 或者他想要比較頂級的醫療 其實不一定 我們現在帶有三分之二是另外一種族群 他很忙 他只有自己的時間 可是他也想找這個醫師 這個醫師的時間他去 就像剛剛正要的講 去人好多 他不一定是超級名人 但他就想控制自己的時間 所以為了自己的時間方便 那以前早期VIP 他真的花了一筆錢來的時候 他會有吃到飽 你知道嗎 我都已經花這個錢了 我起碼要聊個十五到三十分鐘 他才會划算 可是我們現在已經有另外一個族群 他其實只要花十分鐘 可是只要他自己的時間方便 他來看一看 他時間到他就走 他也不會跟你囉嗦 甚至另外一個族群 所以在流程面 我們也往高科技的方向來發展 通常真正VIP 好的VIP 好的特約門診結束 會有客服去follow你的data 像一個檢查完 他會有報告 報告怎麼告訴你 以前你還是要回來看 現在大概我們會線上告訴你 甚至某些系統會開發線上軟體 其實現在有一個族群的VIP 不是像大家以為老人病才來 他有些是非常年輕的族群 他只是要省時間 他線上可以自己看結果 所以大家在報告系統一直在發展 我是去看牙齒 因為就是如果你是這樣一邊排 剛好打完麻藥那個種種的 畢竟是藝人所以不好意思 然後剛好就是我去 就是宗孝東路跟那個大安路口的一家 然後呢 他裝潢的比那個剛剛秀的照片更像浪景 裡面有看不完的一周刊什麼 但是他就 他一般等候區就已經弄得很豪華了 是 我們裡面是比較私密 然後看整間牙齒就是很怕那種 三個椅子一排的那一種 對 然後你在這邊看 旁邊那個阿嬤還會跟你講 喔 客環一柱牙 這樣 會這樣 所以我們就比較想要說就 一個人這樣 沒有啦 現在牙齦都買一間一間 只是那個隔間是聽得到隔壁講話的 對 看不到人 他那一間就是比較不會這樣 所以在你等候的時候 跟你出來休息 或是照X光的過程中 你不會接觸到其他的人 這樣這是我覺得比較好 因為我的牙齒有時候要根管治療 要去個四次五次 那個就是要這種VIP的 你的VIP的旁邊護士都像王瑩 或者是沛山症嗎 大概都長這樣 對不對 才叫VIP嘛對不對 對對對 不然我不是這樣 對啊 為什麼 王瑩珊閒回話 讓無理病患講話閉嘴 沛山 今天不好意思要麻煩妳 照顧一位特別的病人 然後那位阿公 就是一位董事長 然後我就問我學姐說 這是要幹嘛 阿公就酸了一句 你們這邊有沒有更資深一點的學姐 我就轉過去跟她說 妳的VIP的旁邊護士都像王瑩啊 或者是沛山症嗎 大概都長這樣 對不對 才叫VIP嘛對不對 對 不然我不是這樣 我就形容他們兩個 對啊 為什麼 妳不一樣 妳是老闆娘 妳是院長夫人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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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醫院 是比較沒有所謂的這種 VIP是給所有客看 可是我們有一個 比較特殊的是健檢中心 我想幾乎每間醫院 它的健檢 它都是一個非常 它都會把它設計得非常 富麗堂皇 這個其實是 就是像剛剛陳醫師說的啦 保榮醫師說的 其實我們的檢查的地方 所有人都可以去 只是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我們的這個健檢中心 服務的客群 就有一個專門的客群 是主打就是高級VIP 那那一群當然就是 它的那個健檢的價錢 都是五萬元以上的 那它有那種 不停double double 你是什麼VIP 收一千五萬 也有 我們有十萬的 對 真的喔 還可以 某大醫院還有十四萬的 蛤 實際上 這個裡面已經這麼豪華了 這個是健檢的部分不一樣 我們剛剛講的是 那個幾千塊呢 一千多塊那是門診 不一樣 健檢對 然後像我們 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醫院有比較特殊的 就是因為像我們這些健檢的地方 他都會附上很多的那個 休息室 然後我們休息室是一定會有按摩 電動按摩 對 然後就是說假設說假設你 像我們的人啊 我們來的人有一些是 就是當地的高官 那比較 比較有一次是我們真的聽到 比較誇張的是 某一個國家的元首 對 一個某個國家元首 就特別就是整團人 然後就帶著元首來 我們這裡做檢查 那時候也是規定 我們這種小醫師是不能檢查 他一定要是主治醫師級 才跟他解釋報告這樣 那我們就會分各個地方 如果假設你是 所謂的超級VIP 我們就會分配一個一個的 所謂的服務的小姐 他可能有醫療背景 可能沒有 不一定 但是就是主要是他要帶著你 去每一關 跑關 他要確保你不會跑錯 跑迷路 然後幫你清空你的道路 不過的確他們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後那是我們 我們醫院最有名的這個 這個話就是說 你如果能進健檢 因為他們真的每一個 都長得非常有姿色 然後最後都 對啊 誰講 謝謝工作幫我問 北部中部還南部 中部的 就堵個一間 就跑比較遠一點 我可以補充一下 外景跑完就過去看一下 其實那個 每個醫院的健檢中心 大概都是弄得很漂亮 他是健檢中心 不是他講人 但是人喔 人也一樣 每個醫院的那個 VIP門診這種門診 健檢中心都選 相對比較漂亮 不過更重要是笑容 我覺得如果要有笑容 而且那種服務的感覺要出來 那像我們醫院的話 我們因為VIP門診裡面 還有很多外國病人 所以 我們還有雙語 那如果還會講日語 有沒有會講客家話的 有啊 這不稀奇啊 對 我了解 因為健檢中心其實他真的就是 我覺得就本身就已經是VIP級 然後在看你檢查的時候花的費用 像我老公他也是去健檢 然後那一套這樣下來大概六萬塊錢 然後時間是配合你的時間 不是說他跟你講說 你什麼時候才可以來回家 他是說我告訴你我什麼時候有空 我就是那天要來 然後他就幫你安排 不是耶 我們去看牙 叫我去看牙 弄弄弄 都是我配合他時間 那是牙齒 我雖然想像是健檢 健常檢查比較不一樣 瓜哥這樣你不是VIP 對 你要配合人家你就不是VIP 沒有 我還有一次少錄一集為了配合那個醫師 瓜哥你一定是要說價錢要便宜嘛 這樣才會造成自己的 沒有沒有我只是洗一洗弄一弄 搞一搞這樣我就搞了 什麼根管這樣 就搞了快七八萬耶 我哪有便宜啊 可是你一直都二十幾耶 不是 雖然說 我說以那個比例又要配合的時間 六七萬還不貴啊 當然貴啊對不對 所以大部分現在都是配合 就是像健檢 他是配合我們的時間 那就像剛才那個星梅說的 他那個小姐真的都蠻漂亮 所以我也跟著去健檢 你也去健檢 對 所以我也要一起去 然後就是他會有一個人在 就是帶著你每一關去做健康檢查 檢查完他就會跟你講 然後還會幫你 譬如說中午你去檢查一整天 他中午會給你一個休息室 然後給你吃還不錯的 希望你早一點來 我昨天就把那個腸胃通乾淨 對 先介紹你換衣服的地方 對 沒錯 然後帶去先擦一針 弄好去量起來 照性念度 對 沒錯 就脫下去做最後一關是 就做那個 我們最後一關是電腦斷層 照廢的那個電腦斷層 大腸先做 大腸進去先做 因為你一定要做完才能吃飯 所以他就是會在早上先做 做完以後中餐就可以弄得很豐盛 對 所以為什麼台灣這方面很有名 對 他主團要報名來做健檢 對 而且成本這麼低 就被在大陸更貴 貴死了 看一下我們這個 燈光美氣氛家的照片 他們覺得很像 不太像在看門診 不太像 好像植物園 就是有 就是有獨立的休息室 還有這個獨立的看診空間 那其實我覺得VIP門診 它重點大概就是七個字 就是隱私服務 免排隊 大概就這幾個優點 那再來就是 其實這個跟美式有點像 因為我之前在美國禁修過 那其實他就是獨 絕對的隱私嘛 就他那個看診裡面 就是只有病患跟醫師 不會有閒雜人的 不像台灣健保門診 像菜市場一樣 那再來就是 跟大家比較不一樣 就是說 像真正大咖的VIP 他要幾點來 就是幾點要幫他看 像一般如果是一般民眾 你VIP 你還是要按照時間去 只是不用排隊 所以他可以要求清場的 可以真的大咖 像董自備的 董事長級的 董事長的親戚那一些 像我今天早上 9點要門診 8點50電話就來 說等一下有個董事長要過來 李醫次你可以下來一下 那我們當然會下去 對 所以這個其實 在VIP 有一部分他還是有 相對有一些比較特別的人 要去Service 所以這個是 一般人不是VIP 就不能到這邊看 對一般人也可以看 你可以掛 一樣是掛 大概就是像那個症 我不要掛 對1500到2000 差不多是這個 多這個小姐 我覺得有一些 像對我們女生來講 有一些是還蠻需要的 因為如果是帶小朋友去打預防針 那他通常如果進去醫院裡面 他還沒有開始打針 他就開始聽到別人哭 然後他就開始先怕 就先哭 就會說我不要 那我不要打 那我覺得媽媽就會覺得很揪心 又心疼 然後又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如果是去VIP門診的話 就可以先約那個醫生的時間 然後也是只有一個小孩去 他先逗你玩 玩一玩之後再幫你打針 但比較不會對小朋友 產生那種懼怕感 可是小朋友不是人多 他會比較能卸下心嗎 應該不會 如果你是VIP 單獨就是他一個小孩 不是更害怕 可是因為人多他會聽到別人哭 因為人家哭的時候就對很討厭你知道嗎 他說我們女生是 像我前幾個月做完月子 然後我去的那一家 他是屬於就是比較 女生的一棟醫院 他已經不算是診所 他比較像是一間Hospital 但是是婦產科 然後他貼心我就覺得 現在除了就是神石 然後醫生專業 我覺得很貼心 因為他從譬如說我們進到地下室車道 他就有先有專人帶你從另外一支電梯 是直接上到 你要去坐月子的那個地方 就不用坐外面的電梯 然後小姐也會跟你說 你放心 這邊不會有偷拍什麼什麼的 這是我住的月子中心 然後包括他有一些 照一些女生需要的超音波 這個一天要一萬八你知道嗎 他那個 你有看到那個旁邊那個門 滿白色的 然後白色那個門進去就是 看得好臉色好那個 白色的門進去就是你可以直接進去 跟正醫師那一間的不太一樣 對 可是跟陳醫生還滿像的 對 而且呢 因為我去的時候我遇到一個醫生 他還滿 我從來沒有去過 住一個月子中心 那個醫生大概每天都會來看我一次 有的時候到兩次 然後 如果是真理的話 就check in跟check out 連醫生都看不到 你什麼時候練了九陽神功 他出國前那個醫生 因為他每天會來看我 看我的狀況好不好 出國前他還會特別來跟我說 欸 我要出國了 那我可能幾天不能來看你 我會交代給哪一位醫生 哪一個護士來照顧你 哇賽 其實現在的婦產科對病 產婦的照護本來就很精緻 我說全台灣啊 產婦是最幸福 因為你照著流程走就好 而且你想到的東西 台灣的醫界都會幫你照 就像我服務的婦幼醫院也是一樣 其實我們的主題就是 比如說媽媽想要運動 我們就幫她買運動用的設備 媽媽想要瑜伽 我們就幫她找瑜伽老師 雖然老實講使用率實在蠻低的 因為剛生完不太願意運動 不過只要你想 我們就幫你整合起來 這是全世界的趨勢 這個是台灣的病人跟孕婦都非常的幸福 那宗教醫院有這種VIP嗎 王佩珊你們醫院有VIP幾個嗎 我們的VIP 像我之前有一天去上班 然後就是我的白班的學姐就跟我講說 佩珊今天不好意思要麻煩你 照顧一位特別的病人 我心裡想說一定是不好的預感 然後我一過去 我們在交接班的時候 然後那位阿公就是一位董事長 他就突然這樣 就拍手 我們兩個就轉過去看 什麼事嗎 然後我就問我學姐說 這是要幹嘛 他說 我想說 他就有尿布啊 就尿下去就好 他說不行啦 你要過去幫他服務 把他的生殖器 放在他的尿壺裡面 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你有力氣拍手 你有力氣自己拿尿壺嗎 然後我就好 我就密蓋了笑容 這什麼叫VIP服務 真的 他們VIP服務好好喔 這個時候你就過去拿一雙筷子 拿一雙筷子 好爽 因為我們就是接觸病人前後都會洗手 然後戴手套 妳真的去幫他做 對啊 我就把他放進去 我原本想說好 讓阿公尿尿 我就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 可是阿公就說不行 叫我要在旁邊等 然後我就在旁邊抓藥 準備他等一下要吃的藥物 可是因為阿公又有 攝護腺肥大的問題 很久喔 尿會比較滴滴答答 需要一段時間 然後他終於尿好了 然後我要幫他把生殖器拿出來 把那個尿壺拿去倒掉 尿布都穿好要準備離開了 然後阿公就酸了一句 你來多久了 你會打針嗎 你以前有照顧過像我這種病人嗎 他說 你們這邊有沒有更資深一點的學姐 然後我就轉過去跟他說 不好意思 這裡我最資深 請問什麼事嗎 然後阿公就很客氣的講說 不好意思啦 我不知道你是這裡最資深的 保養得很好喔 這樣子 就是完結那個尷尬這樣 是 他也蠻敢講的 到這一趴就覺得有VIP人 不是我只是說 一般宗教醫院 會不會跟一般醫院 有這種等級服務啦 他那個 對應該比較大的 他講的跟這個 又不太一樣 他講應該是在抱怨VIP 不要 念你講到這裡 我們就要討論了 那VIP是等級 到底是有VIP討人驗的病人 還是有VIP討人的名醫 對不對 這個角度上是不同的 有 我之前遇到一個超級難搞的VIP 非常有錢 然後他來院的目的是想要抽紙 全身抽紙 可是因為他的年紀 已經超過60歲了 我們稱為他是 非常非常有錢 然後他 因為他想要抽紙嘛 那我們就要完成他的心願 醫生就是一一協助 就是完成他的目標 那手術當天呢 都很順利 到恢復室的時候 也都是很OK的 60歲這樣抽不會有風險嗎 就是醫生會評估 那看起來是還好 評估他的錢到底好不好 當然 然後後來他到恢復室的時候 狀況都恢復得很穩定 只是到清醒的時候呢 他就大概10分鐘會按一次服務鈴 叫我們護理師進去 那剛開始我們講說 可能剛清醒需要有一些服務 我們就進去 我的同事就進去看 然後他就進去 噼哩啪啦一直罵 一直罵一直罵護理師 每一個護理師進去都平均被罵 大概被罵30分鐘才會被放出來 那罵什麼呢 就說你們服務很差 然後什麼環境差 其實我們的服務跟環境都是很好的 然後他起來的時候看到壁紙不對 他說 怎麼會有人房間放紅色的壁紙 那個燈光也不對啊 然後就是一直唸一直唸一直唸 他那天就罵了好幾個 然後到最後 因為那天我是上刀嘛 最後的時候是輪到我 然後我就在聽前面的同事們在講 就在哭訴大家都在哭 每個都哭了七七八的 大家就被罵過了 對 我就想說怎麼會 怎麼不會 應該不會是想罵我 因為很清醒的應該不會想罵我了 結果正在聽他們哭訴的時候 就聽到電影聲 我就慘了叮咚叮咚 又是我 我想說好吧 時間到了總是該遇到 我就走到門口的時候 我想說 我把我至尊先放在門口好了 不要帶進去 因為我知道前面的同事們都罵得很慘 那我就想說 好我們是服務業我就進去 然後他說不好意思 請問需要什麼服務嗎 然後一樣啊 他的內容一樣就是罵說 你們的小姐態度真的很差 我只是隨便講幾句話 你就哭了什麼什麼什麼 那現在又來你來幹什麼這樣 就是莫名的一直罵 那我因為我是Leader 我就只好在旁邊說不好意思 那因為您的意見 我們會就是把它收集起來 然後我們就會做開會說 檢討一下說 讓你感到不舒服 真的很抱歉 然後我就在幫他服務 可能會幫他順便換傷口 他就還是噼哩啪啦 一直罵一直罵一直罵 那我在心裡就很想翻白眼 我想說 我又沒有賺到你多少錢 你幹嘛這麼兇狠 然後後來就是他就跟我講說 集團小開來一看診 VIP待遇最後發現 都是假 我在上班的時候 就突然接到來電 他是 鼎心集團的那個 魏映聰的二公子 做那個臉部的全臉回春拉提 結果後來我在家裡三天後 隔幾天在看新聞的 那個人怎麼被警察抓走了 炸炸集團 對 所以我心裡就很想翻白眼 我想說 我又沒有賺到你多少錢 你幹嘛這麼兇狠 然後後來就是他 就跟我講說 唉 你不要以為你在翻白眼我看不到 我想說我眼淚星星 你都看不到 你有毒心術嗎 嚇死我了 他是不是因為抽太多地方 傷口在痛 在痛 不舒服 其實後來他再回來 是因為他有買麻油機 來請我們 在跟我們講一些事情 是因為他的婚姻出現的問題 對 所以他可能情緒上 比較難控制 因為第一個 你可能抽的時候 因為有人很急 本來說你按 按鍵慢慢抽是好 有的人可能一下 這個也要抓那個走 那有因應客人需要 所以當天抽了人 那傷口太多會痛 麻藥一退了心情很不好 對 那因為他本身心情也不好 所以可能這樣 有時候弄完之後 又沒有保住婚姻 就更氣了 又花了多少錢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然後另外我還有遇到一個 更好笑的一件事情 就是 有一次我們在上班的時候 就突然接到來電 然後他就說 他是頂星集團的那個 魏英聰的二公子 希望來我們院說 做那個臉部的全臉回春拉提 OK 那我們接到之後想說 會不會是騙人的 結果他十分鐘之後 還真的派著 就請人家拿名片過來 表示他的誠意 就真的是頂星集團的那個名片 然後上面也都有抬頭什麼的 就是真的是 我們後來就是因為不認識 因為我們上班也不會去查 也沒有投資 不知道頂星有多大 後來我們就想說 先上網看會不會被騙 就看完之後 哇 頂星這麼大耶 趕快報告老闆 就跟醫生講說 哇 等一下頂星集團二公子 要來回春 立刻下令我們就 清空樓城 然後我們就把它 清廠 對 全部清廠 把它弄到樓上的那個VIP區去 結果他很準時的 一個小時之內他就到了 那到的時候他也很 就很低調 戴個帽子 然後穿個那個外套 就是看不出來是一個 很有錢的人 非常低調 我們就是派專人服務 用最高 最高規格的服務去接待他 然後進VIP室去 後來他也很 就是很有禮貌 就打完就立刻就走了 OK 當下他花了 他好像是也刷卡 刷了無限卡 所以真的是真的很有錢 那我們想說 我們今天接待到一個 這麼高的貴客 我們真的很開心 就是集團 往後 對 就是服務很好 他應該也感到很好 結果後來我在家裡三天後 隔幾天在看新聞的時候 就看到新聞 那個人怎麼被警察抓走了 炸騙集團 對 真的假的 原來他是一個很有名的 那個叫做 黃旗 對 黃旗 然後他就冒名 因為他就是偽造文書 你一定很疑惑 搞什麼塔羅牌那位 黃旗 對 騙過是 選總統的那種塔羅牌 也騙到你們了 對 沒有 全負了 黃旗 無限卡 對 那王您看 為什麼我知道黃旗 因為這件事是發生在我們家診所 對 你有騙啊 沒有啊 我收到錢啊 有 有收到錢 因為有時候我女兒回來跟我聊天 聊著診所的事情 我就覺得哇 真實 所以我很了解裡面的 很多事情 那個人有付錢啊 有付錢啊 只是我們準備 他準備可能要行遍第二拐 第三拐 對 然後就被抓走了 對 不過我這邊是想給大家一個小建議 其實大家都很愛當VIP 因為我們醫生 最喜歡心中的VIP的病人 有三個特點 第一個叫有禮貌 有禮貌 你表現尊重對方 第二個呢 其實叫守規矩 守規矩就是 你如果掛特約門診 特約門診有特約門診的規矩 如果一般門診有 一般門診的規矩 其實 我們以前出好多事 就是他沒有照正常流程 他跳起也有 反而流程上出事 沒有抓到 要抓的一個問題 最後一個呢 其實我們想建議是要講實話 你心裡在意什麼 其實你跟你的醫師講 其實我們都會配合 比如說你很在意時間 我們會把你時間這一點抓得最好 你很在意所有的治療效果 我們就告你治療效果最好 比如這三點做好 你就真正可以享受最好的VIP 那他在意錢咧 在意錢呢 我們就不要到VIP了 他又想要節省實踐 也有 這個其實蠻難的 我們會到那個 有大德或者是有宗教學 可是你知道我之前就是遇過VIP 其實他是在意錢 就是我們 其實像我們講的那個健健 他跟我們自己的家醫科 是有一個合作關係 就是說 我們不是最後都會問一個醫師嗎 往往那個醫師通知是家醫科醫師 除非他有特別在包說給哪一個名醫看 除非那是特殊的 所以其實你做完那個高級健檢的之後 他會附帶的讓你去給一個家醫科醫師看 那時候用我的門診時間是在夜診 然後那天晚上的時候其實病人 夜診病人都很多 所以那時候其實非常多人來 然後就來了一個 他就跟我說 那是因為他的這個健檢 他說可以免費贈送兩次看診的權利 所以他就來了 那我們那時候也不疑問他 因為我們其實也不太清楚說 健檢的制度是怎麼樣 我們想說沒關係 我們就配合 就稍微解釋報告就好 結果解釋就算 我就看他已經解釋第二次了 那是已經等於第二次他看門診 結果怎麼解釋 他每一個都要求我解釋得非常詳細 那時間就低低拉拉過 解釋了30分鐘 而且我的門診只有三個小時 那我是準時開診要最後結束 那中間外面還有一大堆人 所以我就開始緊張 那那個護理師也開始一直在跟我濕眼色 就是快點快點這樣子 那可是一直出不去 那後來他就是反正 我這樣我已經很暗示 就是把那個蓋起來 就說好啦那我們結束 他就說他就再把它打開 然後再問下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就又不好意思 就一直這樣拖拖拖 那後來剛好抓到一個是心臟科的問題 我就說那這個部分 你要去找心臟科門診 在這個過程中他就一直說 其實他錢都不是問題 只是說因為你們給我兩次的機會 我一定要用這兩次吧 你說對不對 醫生你說對不對 我也是要說是 你就盡量用這樣 那結果到後來 我就跟他說你這個去掛心臟科 剛好夜診有心臟科 我就說那我就縣長幫你 就是轉到心臟科 他突然就遲疑囉 他就是說 可是這個加一科 這邊不能看嗎什麼什麼的 那我就一直聽不太懂 直到後來他才終於說 可是那這樣我是不是去心臟科 然後我才那一刻才發現 原來他在意的是這個東西 對所以其實 有一些VIP可能真的是非常有錢 有些VIP他是 他在意的東西不一樣 只是說這個 在我們當下聽起來的時候 就像是剛剛保仁醫師說的 你沒有照規矩 也不是說不照規矩 就是說因為我們已經跟他暗示 外面有很多人 那我們我們的這個門診時間 本來就有限 所以有時候說有錢為什麼有錢 他就是資助比較 腳蓋要他的權益他也沒辦法 他也沒有說少用 對 我也覺得有的時候 有一些VIP的客人是比較難搞的 像我去看 因為你知道其實最多 我覺得最多會有爭執應該是在醫美 因為他覺得我假如在這裡花很多錢 我就是VIP 那我應該是誰到就要誰看 就是不能等的 尤其是那種VIP 他們最討厭就是等待 那所以像上次我去的時候 Retina隔壁也有規矩說 我花那麼多錢還要等嗎 為什麼要等那麼久 醫生為什麼還不敢來給我看一下 那人家說 不是因為那個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就跟你說要約兩點 那你太早來 現在才一點半 那醫生就還在手術中 他沒有辦法出來 那我不管 我後面就還有事情 兩點我就會來不及 你現在就這樣出來給我看一下 五分鐘就好了 不行嗎 你就會覺得 其實真的有的時候真的是客人 因為我自己也是做服務業 所以其實我也是很客氣的 因為我覺得將心比心 你知道嗎 對 所以你其實要將心比心 那你就聽他想說 那你幹嘛那麼早來呢 那你就把時間再往後延 就跟你講 醫生就是要到兩點才結束 可是他就會一直罵一直罵 其實我們真的遇到很多VIP 像我覺得VIP重視的就是幾個 就是時間 隱私 錢 大概這幾個 那時間我覺得尤其在現在社會 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剛剛前面有提到 其實大醫院的門診 你要做檢查 做這些電腦斷層MRI的時候 它基本上還是同一台機器在運作 那VIP門診他可能是說OK 他可能每天他會預留兩三個名額 是說這兩三個名額 就是給VIP門診需要的 所以你好像是 彷彿是可以插隊 但是不表示你走到那裡 就馬上就是輪到你 你可能走到那 前面那個還沒做完 或是也許還有兩個沒有做完 你只是人家等兩個禮拜 你可以不用等 你當天就可以做 一去他說 還要等兩個 現場發飄 有 有人就是等不住 也不能了解 也不能體諒人家的製作環境 跟它的規矩 是真的是這樣 對不對 都覺得自己有錢 這種人才就要討人 很敢 我覺得我認識的很多 民醫或是醫生 他們根本不喜歡看VIP 因為他們在醫院跟在外面 他們就是得到的薪水其實差不多 可是可能我們有這種需求吧 對 所以就變成有這個市場 那可是 而且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外科醫生跟婦產科醫生 我可以早上六點鐘 看到他 然後下午四點又看到他巡房 然後凌晨十點 又看到他來巡房 然後隔天的四點 他來開刀 那他 他什麼時間睡覺 不是 因為他睡不著 你講的都不是一般 對 我覺得我遇過很多都這樣 他們真的睡眠時間很少 然後工作壓力 可是 網友講的就是外科醫師的生活 對 有這樣子嗎 基本上是因為那些醫師說看到他的話 都一直想去查謊 對 如果是專利的話 你都不認真回答 到底什麼 這個會真的有這種意思 外科醫師 外科醫師的生活是這樣子 你除了看診還有手術 手術又不一定排得好好 那你們睡覺在哪裡 那有開刀的東西 然後兩台手術中間 在此班室睡半個小時 這樣子喔 很辛苦 就是這樣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 不錯 今天加加油 睡到四個小時還蠻多的 對 在回答你的問題 很辛苦 對 因為你講的沒錯 他們不一定的 剛剛前面鄭醫師有講 他們不太要看VIP 因為他們錢 又不是他抽走的 還是醫院嘛 對不對 那鄭醫師 醫院本身也不見得賺到 因為剛說過了 不過我個人 這幾十年來 二三十年來看的VIP 數以百計 對 應該是好幾百成上千 其中最多的應該就是藝人 還有民意代表 立法委員 或者女的立委 立委夫人 還有政府官員 還有這些董娘 上市櫃公司的夫人也很多 但是這些人 真的像李醫師說的 都非常lady 就是非常客氣 看不出來 而且有的很低調 我怎麼看都看不出 她是一個上市公司老闆的太太 看不出來 而且非常客氣 幾乎都這樣 反而有問題都不出 不是這些人 都是一些就是 定出來的 不是真正的 定出來 那我隨便舉個例子 就像剛剛都提過了說 病人他抱怨這個時間的問題 我們有一位醫師就是 他 就病人他已經遲到二三十分鐘了 他自己遲到了 那麼醫生就趕快做別的事情 那我們護理人員跟他說 護理師說那你先不用過來 等他來你再過來 那他來了以後 趕快說那醫生他已經到了 他說好 等一下過來 再過了幾分鐘 醫師到底什麼時候來 他說才過五分鐘 他還問什麼時候來 他說我已經叫了 他搭電梯 要走過來 結果又過了兩分鐘 到底什麼時候來 他說他醫生已經快到了 他說你不知道嗎 時間就是金錢 醫生我陪到我損失了 我就抹了一大堆 醫生護理師說是是是 醫生馬上就來了 醫生快走到的時候 病人剛好沒有面對醫生 沒有看見 他說 哎呀王醫師你來了 他立刻感動過他 醫師他有醫師他 他說這個病人敢 他說沒有不敢不敢 時間一點都不敢 我有的是時間 然後別擠別擠 慢慢來慢慢來 你看 哇 護理人員你看 護理師都痛苦 一般病人不會把氣出在醫師身上 對因為你的命是要交給他 對啊他要看病 哇你這邊腫起來了 糟了 所以你看護理師 還是護理師最辛苦 真的很辛苦 擋在第一線 哪個看到醫師不是說 醫師醫生沒關係沒關係 對不對 所以護理師看到澳科最多 他們看到最多 比我們看到還更多 那你剛剛講 有沒有有錢也掛不到VIP的 有這種情形嗎 我之前醫院的有一個 婦產科主任 非常有名技術也很好 當然在鄭醫師跟陳醫師之下 非常名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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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嗎 然後很多人 因為他是私立醫院的醫師 那他的門診永遠都是爆滿的 那你怎麼掛都掛不到 因為私立醫院 名醫喔 應該是名醫啦 因為這是掛不到大爆滿 那很多人就想掛他的診 就是偏偏掛不到 結果他在外面 他有一個私立的醫院 也是婦產科的 那他那邊有私立門診 可是你要進私立醫院 你看不到的 你只好去掛私立醫院 可是這個價差就差很高喔 因為你公立醫院的收費 跟私立醫院的收費是 應該有時候算一算 大概有差四倍以上 對 然後很多產婦 那個孕婦 其實在那個 懷孕過程中 都沒有讓那個名醫看到 可是他就只為了讓他生一下 對 有生活多多好 一傳十十傳百 不是啊 那真的好像應該是他 開始懷胎幾個月都要照顧的嗎 對啊 就是掛不到啊 除非你已經先被那個醫生看過 他就會幫你一直預掛 所以你那名額永遠都是在 所以他一直掛的是掛 主要是為他幫他接生也好這樣 對 他是只為了讓他生一下這樣 然後後來 我曾經有聽過一個 就是即將臨盆的孕婦 即將臨盆的孕婦 對 然後他就是 大概離預產期 將近殺一個月而已 可是他私立醫院他也掛不到 因為名額已經進不去了 私立醫院他也進不去 所以他後來就透過關係 找到那個私立的醫院 就是請那個裡面的麻醉科小姐 幫忙協助 然後好不容易幫他安插一下 看了一次門診 然後就可以在裡面剖腹產 結果好不容易他等到他開心的鑰匙 可是我們就問他說 有比較好嗎 就說 有喔有喔 那就大家都說好啊 可是 我們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好 然後 可是他的那個生產的價格啊 就是跟醫院比起來 就高了四倍 這樣也好 求個心安嘛 對求個心安 因為大家都說好啊 買名牌的一種概念 這種也有部落格寫手的嘛 對 不是啊 他也沒說 給他照抄音波 也沒跟他拿藥 跟他尋尋 都沒有 就生太好 就是我是正誠節生的 對不對 這一次應該也有 有聽過這個詞嗎 這一次有一句名字叫 正式出產 Like Virgin 我有遇過小 我自己是 我有一次半夜 然後小孩發燒嘔吐 通常那個已經接近12點了 應該是沒有診所開 在VIP可能也沒有辦法 所以就也是另外我一個好朋友 他名主持人 所以他就幫我 因為他學歷很高 所以他會幫我找他的同學 然後就幫我臨時跟他約 那可是當時我又不可能 去立刻找他看 所以我們就用WhatsApp 用通訊軟體 然後告訴他什麼病症 然後他就告訴我怎麼解決 然後第二天就是趕快去 第一個就讓他看 然後還有就是我朋友 我朋友他 他在國外 然後他看我覺得在台灣 好像健檢啊 作業子都很好 他就請我幫他問 然後結果我幫他問了那個 我直接問那個診所 他說我們這裡是不收人家來做月子的 然後我朋友就說 可是我有看到你在那邊做月子啊 因為他是我朋友 所以我就幫他問 然後結果就直接問裡面的醫生說 可不可以開放給其他的民眾來看 然後他們也是經過了一番討論 才決定說 要不要讓這個客人來 這樣子 還要先篩檢客人喔 我在想說 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呢 來吧 對 為什麼 是你的直擊王家 沒有一個感覺 你們就會說因為他是王營嘛 對 這個有時候我們這樣的 有盆治遠方來也不便宜 到底開始不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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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啊 我為什麼要到生產前來看 你六字的就是城堡人 對不對 其實喔 醫療上有時候有點困擾 好 規則能不能打破 sometimes可以 可是檯面上是不能講的 因為你講我們其實會很麻煩 那有時候我們會看 其實我想 大家都是一無同人喔 我們有時候在決定一個事情 不是為了錢 了解 是法律的問題啦 其實有時候是為了 你說面子 交情 或者是他長久的效應 其實都是為了這個 像特約門診 其實通常都是為了一個品牌效應 來建議 絕對特約門診賺不到太多錢 其實對我們是一個困擾 是看後面不是看特約門診 其實說這個重點 特約門診每一個醫院 最多要說一次再至於 那些人感動之後的捐款 尤其是 那明元生完 那明元生完 他就去捐200萬 這些捐款的都是企業家 他們捐款通常是 數以千萬幾百萬劑的 他們感動 他們都是癌症病人 很多都是癌症病人 他感動了 所以在國外很多也是 他捐給醫學院裡面 建設 建立某某某 很多都是冠名 就是因為他整個捐了幾億美元 就是他感動的 雖然他不能救起來了 但他覺得說照顧我照顧非常好 或者我的爸爸 或者祖父被你照顧得這麼好 我們把錢 他遺囑裡面說 要捐多少的財產給你們 都是這樣子 但是醫院本身當然沒有設定說 一定是這樣子這樣子 目的是在這裡 我說目的不在這裡 但最大的效應在這裡 否則他本身是虧本的 就是我在這裡 就是讓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你來看VIP特約門診 通常你會遇到的醫師 這個醫師他也是VIP 他在醫院裡面一定也是相當有程度的 分量或是有經驗 他才能夠成為VIP門診的醫師 所以呢 如果你已經約好時間 千萬不要遲到 你覺得你等醫生等很久會生氣 其實醫生等很久也會生氣 互相 因為VIP門診沒有多少人 都是預約制 他時間抓得很長 所以你已經 他就是已經在等病 來了 結果等我等20分鐘 我之前跟一個主任就是這樣 想了20分鐘 沒來 他就跟小姐說我不看了 我要去開刀 就走了 然後小姐就追出去說不行啊 那病人打電話 剛剛打電話給他說5分鐘就到了 他說他是VIP我也是VIP 我現在去幫另外一個VIP開刀 然後他就指我說你看 然後他就走了 我就留下我一個人在那邊不知道怎麼 醫師也是有脾氣的 對啦 我們VIP其實有些這些 這是他周周說的 VIP的醫生他自己很忙碌 排得滿滿的 但是一個小時就排四個 就是15分鐘一位 一個半天就排16個 還是排不進去 下午排 或者他看下午半天 又排在傍晚晚上去了 一直往後演 甚至他有差很多事情進來 如果像保倫兄 他隨時搞不好還快接生 你知道 所以常常都透過很多壓力進來 我們盡量要去處理 這樣這個 比方說我舉個例子 我曾經有一次 一個台商突然跟我說 我一個好朋友跟我說 他的好朋友 是大陸的台商會的會長 說他明天的飛機會到台灣 他怎麼心臟都不舒服 大陸叫他緊急開刀 我說好 我現在趕快聯絡我們的那個 護理長幫你安排 護理長跟我說都滿滿的 不然這樣好了 明天早上叫他8點之前就到 那我們來想辦法找到一個醫生 願意在8點放棄 早上晨會的時間 來幫他看這個 然後我說可是他還要 緊急做心臟的CT 電腦斷層 然後又去瞧 那個影像醫學科 再去瞧說有沒有可能 在早上9點的時候 就趕快讓他做 所以太多的那個都是盡量 我們盡量去努力 盡量去安排 但是有些時候真的是 已經盡力了還是不一定掛得到 是真的 是 其實醫者父母心 對 每個人醫療是真的沒有 無價的 醫療真的是無價 也不要用這種好像 付費就要高人一等 你收了錢就好像被矮人一等 千萬不要這樣想 我們現在同等同等心理 是讓他方不方便而已 不要去見他醫療人員 祝福大家也能夠身體健康 謝謝 很多人以為月經期完全不能運動 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月經期做適合你體能的運動 不但有助於緩解經痛 也有助於加速經血的排出 那即使是一些強烈反對 月經期做肌肌運動 或者是做身體鍛鍊的專家 通常也不反對 在月經期做一些散步 甚至如果體力可以的話 也可以做這個慢跑 因此呢 如果在月經期 只要你還能下床 不妨穿起了涼鞋 到工業裡面去散散步 甚至跑跑步吧